第四集 好 今天台股排面上官长 我刚好问您先请教教明老师 好的 这两天台股可以说是跌峰了 两天跌了900多点 当然很多人也都套牢了 目前大盘把月线 季线 年线 半年线 全部都跌破了 来我们看一下 大盘的格局目前在四个半月的低点 如果算在这里是七个月的低点 当然这边还没有跌破 但是绝大部分的筹码 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严重的套牢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我们再把均线叫出来一下 均线就把K线穿一个衣服 叫均线好不好 均线四条叫出来 月线 季线 年线 半年线 全部灌破 目前股价跌破所有均线 所以想想看 而且均线四条 有三条是往下的 目前除了年线 其他三条 月线 季线 年线 半年线 通通往下 你看这个有多严重 所以不懂的人还在发修 那如果你稍微有一点 技术分析基础的 季线 尤其季线 季线叫大盘的生命线 连季线都跌破 而且往下弯了 这形成的压力有多重 可想而知了 好 我们看电子股 电子股比大盘更严重 因为它是五个月的低点 这五个月买进筹码全部套牢 那我们如果一样把均线叫出来 四条均线不但是跌破 这里就跌破 左连就跌破 不但是跌破 而且全部往下 连年线都往下了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连年线都往下了 所有均线全部往下 你看这个多重的压力 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说目前的格局 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如果你有空 或是你有读过一些 技术分析的书 四条均线全部都往下灌 然后跟你说这叫多头 我都听你在鬼扯了 没有这种理论 懂意思吗 我看过的书最少超过一千本 没有这种理论 四条均线全部往下 大盘灌破 电子股灌破 然后你告诉我这叫多头 没关系你把书拿给我看 我看哪一本人写的 我没看过这种书 也不可能有这种书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地方 只有摸着良心解盘 那才会告诉你真相 他老的人他继续跟你讲 没关系啊 这个低档就是买啊 跌的时候买优质的股票 都讲一些鬼扯的话 事事而回的话 非常糟糕的 那如果要买你为什么不吃钱 高档这样的卖掉 现在低档还接 有道理 你至少高档卖掉了嘛 然后你现在低档680 台积电卖掉 现在跌到560 可以买 还缩得过去 那如果是一路买下来 你把投资人当网友签啊 怎么可以这样搞呢 这乱搞一通啊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所以 赵一铭你都在做什么 说真的 我这三天真的都没事做 每天从开盘 发完抠讯 然后就泡茶了 有没有在看盘 说真的不用看了 盘就已经烂掉了 要怎么看了 手中空单早就布了 也不是今天才讲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 赵一铭你这三天都在干嘛 我都在泡茶养茶壶啊 要不然要做什么 当方向做对 其实也没什么事做 那就空单等着获利啊 昨天赚15块 今天赚25块 要不要补啊 不想补 就去留着啊 你何必啊 25块 现在要反弹到 赚23块 要反弹到21块 都没有关系啦 不用理他 放着就好了 所以你问我这三天在干嘛 我这三天真的没事做 我都在泡茶 当然我这样讲 你想想看 如果我的客户套牢 套了一屁股 然后我说我都在泡茶 哇 废人们干爆你 王八蛋 这叫你王八蛋啊 杀到公司来了 你当会员都赔死了 然后你说你盘中都在看盘 没有在看盘在泡茶 那这么可能 所以我们的会员 当然就很轻松 我相信我的会员跟我一样 没事做嘛 都在泡茶 泡茶就好了 很简单 做股票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 这股市世界是美好的 多轻松 多容易 多愉快 多头我们就做多 高档的卖掉股票 反手放空 等一下来了 没事做 泡茶 这样什么时候要回补 再说 这样就是股市人生 不是吗 如果你可以打到这种境界 很轻松的 很轻松 很快乐 人生真的很快乐 应该是这样才对 好不好 所以我们讲一套客观的超盘工具 它价值到底在哪里 就是高点的时候能够告诉你 这样有危险的 你要赶快撤退 这才有价值嘛 那如果到现在还叫你买股票 我跟你说 你可以把东西丢到垃圾桶了 根本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 而且也把你害死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套客观超盘工具在哪里 价值在哪里 高档的时候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四个卖出讯号 趋势往下 筹码凌乱动很不足 这样十几天 不是今天 所以你早就该把股票卖掉了 不是吗 那这样不是很轻松很愉快 都可以来泡泡茶聊聊天 这才是我们要的股市人生 不然你要什么 不是吗 好 电子股也是一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就三线走着跌破 跌破十几天了 趋势往下 筹码凌乱动很不足 高档出现绿色的卖出讯号 蓝色是紧高 绿色就是一定要卖的 所以想想看这几天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天前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想要做什么 这里不是五个月低点吗 对啊 那你不是高档应该把它卖掉 如果你这里卖掉 多轻松 多愉快 多快乐 人生多美好 天边出现一道彩虹 这才是你要的股市人生嘛 不然你要什么 不是吗 好不好 来 张艾铭你这几天 在解盘在讲什么 今天是三月八号 三八护尼节 二月二十一 大盘电子股高档 岌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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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事做嘛 该布的空弹已经布了 赵海铭2月22日 无档空弹就布满了 所以到24号大跌461点 我就泡茶聊天 要不然要干嘛 我们可以讲 在历史高点转空时很可怕 是2月24讲 这倒不是今天讲 今天讲说真的就太慢了 小乌龟了太慢了 好不好 电子股3月1点 装睡的人叫不醒 3月4号 有人还在装睡啊 没办法 你装睡你怎么叫醒他 他妈给捆啊 假装睡觉啊 睡着啊 醒来啊 醒来啊 继续睡 装睡的人叫不醒啊 没办法 装睡的人叫不醒啊 电子股都跌到3个月1点 他还在睡啊 如果你要跟这样的人做股票 那真的很可怜 那只能说一生的命运 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辛辛苦苦工作努力 加班熬夜爆肝 赚到钱在股市里面 这样赔掉了 你看多可惜 你跟着装睡的人 在做股票在搞什么东西啊 不是吗 好不好 做股票 不要跟连续剧一样 搞得步步惊心 这部戏很好看 叫步步惊心 在描写清朝 这个乾隆 康熙后期的 乾隆九指夺底了一段 用女主角的角色来形容 他们九大王子之间的一个争夺 惊心动魄 叫步步惊心 我说没有 我们在做股票 不是在演连续剧 你把它搞得步步惊心 每做错一步就怕被杀头 太痛苦了 不行 做股票不要把它搞得跟连续剧一样 懂意思吗 好不好 你做股票要怎么样 买得安心 你晚上睡得着 昨天晚上 电子盘跌了三百多点 我相信很多晚上都睡不着了 晚上不想尿尿尿几次 根本睡不着 当你失眠会怎么样 头发变白 头发很多白头发 张一鸣 快六十了 五十八岁 我头上有没有白头发 有一次我一个同事的妈妈 阿嬷 她说 你们张老师有戴假发吗 怎么头发还这么黑 这么多 我说戴假发不能拉 一拉快掉 你看这是不是假发 每一根都真发 不但是真的 龙黑茂密 为什么 常常做对 那反过来你常常失眠 熬夜你试试看 你没几件白头发冒出来 那如果做股票做到很憔悴 满头的白头发 晚上失眠 高血压心脏病都来了 对不对 忧郁症都来了 你搞什么东西 你不如不要做 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 做股票是要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卖的才会开心 这做股票境界 你有没有 我们会员一定有 很开心很愉快很轻松 对不对 好不好 这是三月四号 我发给会员的扣讯 三线空头格局不变 大盘跟电子股 会员的空单给我安心 抱的 我已经没有多单 早就给你 二十二号以后我就没有多单了 三月七号 昨天嘛 从二十七号开始布空 空洋党 到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开始布空 到了二十号 全部都空单了 手上五档空单 布满 这才是正确选择 我们昨天大跌五百多 我们话语会员这样的口讯 今天嘛 大盘电子股 怎么样 所有军心都跌破 而且三线转空 你空单给我安心 报老就可以了 买得安心 报得放心 卖的时候一定很开心 这才是对的 要不然你要怎么做 做到头发都白了 做到头发都掉光了 可怜 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老师 到我公司里面来 他说 我要复仇 我是老板 我验证他 混义士 我在哪里 公司被偷 偷顾把被欺负了 我往来复仇 我说很好 非常好 你要什么条件 他要薪水 几万块 OK 他要带一个助理 就是他老婆 进来 薪水要多少钱 我说OK 都给你 没问题 他有没有条件 条件开了一大堆 我说OK 要电脑 都可以 都没问题 张老师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 在你业绩 还没有超过我之前 我没下班 你就不可以下班 我以身作则 我老板 我以身作则 除非你业绩超过 不然我没下班 你就不能下班 好好留下来 做功课 我帮你怎么护仇 有没有道理 有 来上班不到一个礼拜 有电脑跟我敲门 叩叩叩 张老师 我可以给你弹一下吗 我说好啊 我可以把门关起来吗 我说好啊 关起来 你门离关起来 我说你怎么啦 我压力好大 什么压力大 你不就我没下班 你不要下班吗 你就好好留下来 做功课 不然你怎么护仇呢 不是吗 连这样都受不了 你看这很好笑 我都当二十几年了 我还是一样 每天都是一样的动作 每天准时到上班 这个功课把它做好 操作方向把它做对 解盘评良心 这样才是对的 我已经真的分析是太多了 带过分析是太多了 好 让会员赚到钱 就是最好折扣 有人说张老师 我看你节目 不晓得看了多少年了 我在等你折扣那一天 三八护女节折扣 我要参加 想一点小便宜 我看了好几年都没有折扣 头的变 让会员赚到钱 就是最好折扣 今天我把方向做对了 这个折扣就是无限大了 赚钱啊 等着 看赚多少回补而已 你是做错方向套了 头没有 每天痛不易生 你要折扣干嘛 折扣也没有用啊 不是吗 你只是痛苦而已啊 张艳明给你快乐 让你赚钱 不需要折扣啦 浪费你赚钱 这是最好折扣 有没有道理 所以张艳明说真的 你看我节目 你可能看十年都每天 今天父亲节 我要打个折扣 没有不用 我如果不准 你不要来参加 我怕害了你 我如果准 不需要折扣 有没有道理 谁当会员赚钱 就是最好折扣 所以你看多久 你可能都看不到我折扣了 好不好 在历史高点转空 是很可怕的事 为什么呢 哇天啊 这两年台股涨1万点 好可怕 从8500涨上来 都会涨1万点了 这一年总共涨了 快3500点 那这三个月 2022年第一个月跌522 第二个月跌22 这个月已经跌826了 这三个月 2020这三个月 已经跌超过1300点了 你觉得没有问题吗 大盘月线破 机线破 半年线破了 电子股月线破了 机线破了 半年线破 年线破了 开玩笑说 连内裤都破了 那怎么会没有危险呢 但是你从月线角度来看 好像还在高点 那如果这里转空 你看多危险 这掉下来 真的不知道跌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算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 去年一整年涨3500点 这三个月 都已经超过1300点了 这个月到现在跌800多点 你看多恐怖 好不好 在历史高点转空 是非常可怕的事 你看 我早就跟你讲 你看你高点很高 这里很高 在历史高点附近 为什么转空 看到吗 麦克逊环出现 趋势往下 充满凝乱 动能不足 你看趋势一直往下跳 你都没有警觉吗 你都没有警觉吗 连周线都三线跌破了 周线是这两年来 这两年来首度 趋势线首度跌破 首度三线跌破转空 这里只有两线 这里三线 你看这么高的地方 三线转空 你看多可怕的事 所以赵亚明跟你讲 在历史的高点转空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 我有讲 我不是要讲一次 也不是讲两次 讲三次 也不是要讲四次五次 讲七八次 你看我讲多久 不听就拉倒 我随便 包含钱是你的 股市会多空循环 多头不断上 涨不上去变空头 空头不断下跌 现在就是多头要转空头 懂意思吗 一年四季春夏秋 都会不断的循环 股市也一样会多空循环 你不要有永远都在多头 已经涨两年没有错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空头 一旦空头来 那是很可怕的事 当然有人说老师 可是美国都在创新高 应该没问题 美国在多头 这不晓得谁讲了 我真的搞不清楚 这我前几天的图卡跟你讲 日本股市跌破一年低点 韩国股市跌破一年低点 香港股市跌破一年低点 上海股市在一年低点附近徘徊 我们的邻居都在失火 你知道吗 你回销处 小时候我们没有看过消防队 如果有人失火 我们小时候乡村都很团结 每个人带一桶水去帮他灭火 现在是你的邻居在失火了 回销处 你都没有感觉吗 头这边有 你脚都马了吗 都没有感觉吗 难道只有邻居吗 德国股市一年低点 法国股市一年低点 黄金一年新高 原有一年新高 你都不晓得吗 这什么意思你搞不清楚吗 那你怎么做股票 道琼 雷斯塔 S&P都在一年低点附近了 是跌破一年低点 头这边有 你都不晓得吗 那不晓得你怎么做股票 真的吗 这不是一年低点是什么 你告诉我 这不是一年低点是什么 你告诉我 韩国 日本 对不对 香港股市 这不是一年低点是什么 你告诉我 头这边有 道琼 这不是一年低点是什么 你告诉我 那达克 这不是一年低点是什么 你告诉我 难道你都没有察觉吗 那我讲到这样就好了 我要讲什么 信就信 不信就 我就赚他钱 不然怎么办 反正股市本来就一半做多 一半做空 我没有能力 也没有本事 叫做多的人 来相信我这个盘不对了 那我只能赚他的钱 不然没办法 我求他也没用 对不对 好 原大台0050 很多人在买 原大台0050 纯股 好了纯股 当股价跌到这里 头这边有 这五个月买进筹码全部套牢 高点拉回这一段 头这边有 你知道你现金赔多少了吗 这也是152 今天是130 你已经赔掉21块了 你看什么时候可以配息给你配21块 如果股价跌下去我跟你讲 你配息根本就不够股价跌幅 还什么存股 多头可以存股 空头没有什么存股 不要傻 你股价都赔死了 好 台积电拉回已经127块 从688跌到今天低点 今天低点来到565 已经跌了127块 那你想想看股价目前在半年的低点 所以你这半年买进全部套牢 会开心吗 我相信不会开心 你这127块怎么赚回来 他一记就配2块半了 你看你怎么127 你要配几年才把127块赚回来 好不好 台积电早就转空 赵明早就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我也不是今天讲 如果今天讲那是我不对 蹭人家的热度 没有没有 我早就讲了 不好意思 他是电子业龙头 怎么会这样 都这边 没错 那还有什么问题 盖一座晶圆厂 一座晶圆厂耗电是一个城市的电力 那目前要去高雄盖厂 要去台中盖厂 要去台南盖厂 这每一个厂都是一个城市电力 要去日本雄本盖厂 要去美国雅力三大盖厂 要盖5个厂 除了族客还盖5个厂 你这样花多少钱吗 一座晶圆厂要多少钱 你Google查一下 7500亿 台积电一年赚多少 不到6000亿 这些钱怎么来 很简单 这个发行公债 对不对 要不然就用银行农资 对不对 很简单 你想想看这个问题 有没有存在 台积电到底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跟你讲 那我早就跟你提醒了 只是我不想去多描述 多描述 好像我们在打压它一样 这是我们的富国城市 我们要爱护它 对不对 但是空头之后还要避开 不然钱都赔掉了 那有没有问题 你去想 我早就跟你提出这个问题了 好 联电 连续9季营收创新高 哇 了不起 这太厉害了 来 股价在8个月地点 所以想想看 你去买联电的不就哭了吗 赔了时间 赔了钱 赔了精神 赔了感情 太可惜了 联电早就转空 我早就跟你提醒 你不要去碰 有没有讲 这今天讲的吗 这今天转空吗 转空很久了 你为什么抱着联电不放呢 头这边 景硕 PCB ABF 对不对 来 股价跌破 7个月地点 你所有买进去 全部套牢 你告诉我 有没有跟你讲 赵爱铭有没有跟你讲 景硕转空了 讲好久好久了 有啊 真的有讲 不是没讲 蓝电也是一样 今天股价跌破 5个月地点 赵爱铭有没有跟你讲 蓝电挂掉了 有 不要说我没跟你讲 好不好 环球金格局都不对了 中美金这转空多久了 拜托 合金这已经转空了 好不好 汉蕾 哇天哪 你怎么抱这种股票 技嘉高档一堆卖出信号 股价跌破 三个月地点 微信也是一样 跌更深 这都不对了 普瑞也是一样 哇天哪 这么多卖去 你不跑 有没有 中注也是一样 这格局都完全不对了 犀利 股王 跌乱七八糟 早就转空了 好 ABF 一样 这个都不对了 有没有 空单 投资品 我没有做很多 回补的不多 就回补这一两单而已 我手上还是都是空单 未来我回补的时候 你会想到 哇张明 怎么一天赚那么多钱 我还不想补 因为我觉得还没 低点还没到啦好不好 做对做错差别在哪里 做对 同样一百万之音 做错 不要算多啦 算你赔三成就好 七十 我也不用赚三成 我赚十%就好 一百一 一百一跟七十差多少 快一点六倍了 现在而已 那如果再跌下去 会变一百万会变五十 张明不用赚五十 我赚二十就好了 我空单赚二十就好了 会差多少 会差二点四倍 你会发现一个多 怎么差二点四倍了 哇天差地远 这不能开玩笑 这很可怕的 好不好 不过心在看 不怕 整个坑坑坑 同意是嘛 让位时间自我摸索 让你才有一点力 都是很可惜 不如让高手拉你一把 小老鼠A25006999 这是我赖的ID码 你发上来 问题发上来 股票发上来 留下电话 这样也会尽数回答你 不要客气 把时间交给听权 好那么更多操作 今天广海聚在请 张明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讲连密码 进步的各国解析 再把时间交给焦明老师 好的 这个大盘到底危险在哪里 从均线角度来讲 全部都跌掉了 跌破了 这很可怕的事 来 你看大盘 四条均线全部跌破 好可怕 电子股更可怕 为什么 不但跌破 而且均线都往下 你说跌破往上是没关系 跌破均线都往下 年线半年线月线线 全部都往下 你看这个下压力量有多大 有多恐怖 这不是好事 好不好 有人说 我的讲法 看法他不认同 没关系 认同跟我走 不认同我赚太大钱 现在应该不认同很少 都认同了 好不好 原来从这边 早就转空了 我不是看均线了 看均线就不会有 这么多卖出讯号 这早就转空 所以我跟你讲 这盘面不对了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乌云密布 这么多卖出讯号 怎么会好呢 电子股也是一样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红海 天哪 国家来到八个月底点 多可怕 今天还破底 好不好 天哪 这么多卖出讯号 你不跑 这盘面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跟你讲多久了 对不对 跟你这格局不对 压力重重 有没有 好 联发科 爱意设计龙头 哇天哪 今天是很惨 跌到这里 跌破四个半月地点 连勇也是一样 这空头格局 已经转空 卖出讯号出现很久了 瑞翼 哇天哪 你赔这段真的好可惜 你这段赔 我觉得是多赔的 不可 很可惜了 艾普 哇你去买进去 那不是赔死了 赵爱明你不是有买艾普 问题我不会买这段 这段我不碰 为什么转空了 我买的是这一段 2020年12月 到2021年 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我把46% 就放口袋了 不玩了 现在不对我就不玩了 什么时候要玩 翻多再说 没有翻多你急什么 你急也没用 你今天就是赔钱而已 好 力望 哇天哪 转空那么久 你怎么抱着力望 我冒 这空头格局 早就出现卖出讯号了 智邦一大堆卖出讯号 你买一些一定会赔事 有没有 元泰高档一大堆卖出讯号 今天破两个地点 这格局是完全不对 我早就跟你讲了 好不好 升达科 这早就不对了 转空很久了 金鸿这也是一样 都三线走空了 富财这也是个不对 有没有 亚信这都不对了 看到吗 预创 一大堆卖出讯号怎么会对呢 宏达电这么多卖出讯号 当然会跌 电子股跌到这里 你看商有多大 赵爱明你做什么 我跟你讲 我全部都放空 好不好 做对做错有什么差别 投资朋友 做对做错100万就好 做错赔三成 做对不用赚多 一成就好 来一会儿一差就1.6倍了 那目前呢 投资朋友目前这样 如果再跌下去 做错的100万会变50 我也不用赚50 我赚20万就好 差几倍 2.4倍了 你看多恐怖 所以你不能开玩笑了 钱差很多 差2.4倍 你怎么搞 对不对 好不好 不是心的看不怕 整个看不怕 同意是吗 让位时间自我摸索 让财物一点一滴流失 不如让高手拉你一把 想要输A25006999 这是我ID吗 接到之后 发个讯息给我 并且留下电话 在你们的尽数回答你 现在来听权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了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各有加建权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Zither Harp